给你唱首歌 唱什么歌 那个就是我拍的 然后拍完以后但是没有上 因为现场也是 因为那次的这个事情吧 最近还能有拍到 那个争议的顶流吗 很不幸的告诉你 上次那个就是我拍的 然后拍完以后但是没有上 因为现场也是 因为那次的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我觉得今天正好 正好有朋友在说这件事 我也可以说一下 首先我要说 那个顶流 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好 我其实为他特别的后悔 不是什么后悔 非常为他特别的 不是后悔 非常为他的可惜 就是他的本人非常好 然后他的所有的事情 不是他所造成的 而是周边所造成的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 都有点太过激了 引发的他非常的宝媒 因为他去年一年其实非常的辛苦 一直都在走通告啊 走所有的事情 然后完成一个专业度最好的一个艺人 做了这么多 努力 但是最后就是这些粉丝的这些破事和和那些之间来来回回的事 然后就把他给毁掉 真的是太可惜了 然后说到我们那次的拍摄 我们那次拍摄的 这东西也是非常好 但是也就不知道谁那么傻逼 怎么现场拍到那些东西 然后给发出去了 然后就传到了外面 然后整个我们一天的工作白费 没有办法去登出来 最让我伤心的是 就那位顶流 他那天特别的专业 为了这件事情 他其实现场在拍的时候非常的敬业 而且我也不要说顶流 我就说肖战 肖战当天非常的敬业 我们拍了很多套衣服 而且做得非常好 拍完了以后 然后杂志的主编过来亲自给他做专访 但你知道专访了三个多小时 你可想而知他有多少话想要说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单独的一个化妆间里边 关着门 然后去做那个专访 做了三个多小时 因为我实在不能等那么久 后来我就撤了 撤了以后他进行还跟我说 说他出来的时候已经看见月歌已经走了 然后还说想跟我说再见 谢谢我 我觉得就这么好的一个艺人 这么有礼貌的 我从来没有过就是遇到过这么有礼貌的 然后这么敬业的一个艺人 然后居然现在不是因为自己的关系的事情 然后反而要承担这些问题 我觉得真他妈是傻吗 那帮那帮 我记得他前两天发的那个东西 说请大家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为第一 不要把追星放在第一位 然后底下的第一条的顶上来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回复是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你啊 我操他妈是傻逼吧 是不是傻逼 你们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他知道大家喜欢他 他知道这些 他要谢谢大家 但是你们真的能理智 你们知道把把他给毁了吗 这么这么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特别好 我真的我拍过很多年轻的人 年轻的这些 我 我觉得他是比我感觉最好的 就是在我们拍那个胡同的那天的时候 我 大家看到我发的那条 我在底下 在 在拍的时候 D萌都来了 我D萌 D萌咱真的 咱好久不见了 有空咱要聚一下啊 D萌D萌D萌 好了好了好了 D萌 特别亲切 我的一个